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是我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 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个规律 我国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同的丧葬风俗 在以前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人去世后就会被埋葬在土里实行土葬 但现在我国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了 为了让土地的使用率变得更高 更环保就推出了火葬 在刚刚开始人们都很难接受火葬 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人们就认可了火葬 现在很多城市的土葬都被火葬替代 但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 人们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差的 还一直用土葬的方式 很多人都觉得火葬场是特别神秘恐惧的 在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火葬场的事情 就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 火葬场会将骨灰拿到化肥场里 或者是将湿油做抵量 这样的说法让很多人都感觉到特别震惊 不知道人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么火葬场里的湿油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看完后令人难以接受 下面就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其实火葬场里根本就没有湿油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都很高超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火化 湿油都被蒸发了 只剩下骨灰 所以将湿油当作底料的这种事情 人们不需要太过在意 这些都只是人们想叫出来的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